哎呀妈呀 刚让我喝酸梅汤的西瓜 喝完了它就叼走了 玩意我就找不着了 我把那兔子笼子挪它两次也找不着 不知道它不管哪吃了 我还看不见了 看它一直往这底下看 一直得拍一顿 觉得你这是新的 接着玩吧 玩皱了就不玩了 它不爱玩了 好吧 还有点瘾 这东西比我买了猫玩具它还喜欢 不知道玩啥 玩这个也不用我参与 它自己玩就行 小兔子 小兔子又出来 小兔子现在是出来就是 假装在外面躺着很安逸 趁我不注意就录到任何一个角落去 大肆的拉尿 我已经 哎我已经一天处理它的残局三五回了 你就在这儿 刚刚刚刚它又有点要拉 所以它又关进来了 所以它又关进来了 关进来就不拉了 真的是 他特喜欢在我这个椅子下面 因为这底下地形略有复杂 对了还换了一个猫纱盆 这个盆有点小 主要是看上面那个围栏 我觉得猫再大一点 这个围栏还好 就是他的头应该多的时候探出来 就还好 他还对那个有酸味汤味道的细胞念念不忘 我真正一挪太早了 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你把它布拉到哪儿去了 那也不能卡到轮子下面 哎呦 这弄出什么样的 那咬的 还行 你咬到一边是不是 没有影 就说那种架子如动物非要表演 被你踩到脚下 这牙也不疼了 注意昨天就是 化牙期间牙疼 现在不疼 哎呦 已经折两件了 当时 当时脑残买了一千根 对吧 一千根西瓜 我现在还没用完 一半呢 三分之一都没用完 可算找到它的 一个作用 我可以喝完饮料之后 小猫要麻去了 小猫是不是还想找到那个西瓜呢 还要别人找呢 真没有了 不看过了吗 你就玩那个新的那根呗 我下次喝完饮料 还给你嘛 西瓜 这边看看咱兔子的豪华 豪华水壶 它已经把第一个水壶喝完了 那俩水壶就接踢这样的 小兔子尿得很多 小兔子尿得很多